市民代表陈明峰关心建设经费 地方配合款的筹措问题 各县市目前开始有在订定路数修剪管理条例 陈代表直询台东是否跟进 现在各县市都开始在订定修剪数目的管理条例 因为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有看到 那个马路上被树枝就是拦腰折断 这个大家有看过 这是一个修剪方式之一 但是现在各县市政府他们修订的就是说 认为说你这个数目好好的 你把它从中拦腰一断的话 它以后是虽然是会再长出来没有错 但是它变得会比较不好管理 你拦腰一折它的枝牙会乱冒 冒出不规则的枝牙之后 以后你很难管理 它的走向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而且再来 它的小鸟栖息地会被破坏掉 我们经常看到现在几乎每一棵树 我们都会看到有鸟类的栖息 然后你这样蓝腰一断的话 鸟类没有办法栖息 再来树木的生长也是一种环境的教育 一种生态的教育 如果今天说你蓝腰一折的话 小朋友回到家怎么看不到树木了 小鸟不见了 小朋友有会问 对不对 所以现在各县市的修法不晓 说我们台东市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在做 未来我们会先严领一些 作业的修减程序 陈代表也关心清洁队水肥车 清沟车等便民服务 及没有使用透明垃圾袋的垃圾 遭清洁人员拒收后 衍生的任意丢弃问题 陈代表咨询清洁队如何因应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透明的 透明塑胶袋来装我们的垃圾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资源回收做得更好了 我们个里也有设资源回收站 而且那个成果都做得非常好 但是这样一来 黑色的垃圾袋不能用之后 衍生了一个问题 像我们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 比如北南乡下的地方 或是说沿湾比较乡下的地方 我们会看到垃圾就乱丢了 因为它的垃圾里面夹杂的 应该回收的用品 有这些动作我们清洁队也是 披衣奔命 像有一次就在我们的那个 那个收容衣服的那个 收容衣服的那个箱子里面 它的外边全部都是垃圾 到最后还是我们清洁队要处理 找不到主人嘛 对不对 不晓得谁丢的嘛 所以变成是我们清洁队在处理 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清洁队的业务本来就已经很重了 要加上说要看这些乱丢垃圾的人 那你说监装士气也好 或者说派人不定时的寻查也好 都是无济于事 那是不是我们有更好的宣导 宣导部分我们会回去再研议 是否把维护维修分化炉的钱 再找一个更好的场所盖小型的一个炉 低收入户申请中央市场到底何去何从 及原住民庆典活动是否思考整并行销 都是陈代表关心事项 以上是台东市民代表会第十一届 第六次定期会 11月13号上午 代表陈明峰咨询内容灾药报导 由刘瑞文整理 完整内容请收看台东市民代表会 YouTube频道 和刘瑞文整理